主席 喂 喂 喂 主席 剛才他問就是因為 我們是監察政府的開支合不合理 問題在於現在政府 跟港鐵有一個協議 如果有額外的撥款的話 如果有合理的情況下 你會給它 但是這個額外的情況裡面 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港鐵 跟它的外判商裡面 如果它覺得有些額外的工程 它覺得是需要由它付的話 這個關係裡面來講 我覺得 我們怎麼監察到你去監察港鐵 現在是最大的問題 當然我不會說 港鐵會跟外判商打龍通 但問題是這個問題 你的準則去看港鐵的時候 就由你去做事 用你的準則去看 但是你的準則是陷入你 我真的不知道 你說工程很多很複雜 就不會告訴我們 我想問你 我們怎麼去監察 你去監察港鐵呢 你去監察這個港鐵呢 謝謝主席 其實我剛才都說過 我們自己本身部門 都有推薦工程 港鐵公司 我們有部分的工程 我們委託給港鐵公司 所以我們是用同樣的標準 去看這些工程 無論是監察港鐵 我們所委託給它的工程 還是我們自己去推薦的工程 所以我們那個準則都是一樣的 議員也可以透過立法會 其實監察我們推薦的工程 和我們委託給港鐵公司的工程 是完全一樣的 我們自己本身的工程 我們也是用同樣的準則 來看回推薦工程的過程 是否有一些工程的變根 是否是合理 這些索償的理據 是否是合理 其實我們都是用同一套標準 所以我覺得 其實監察政府 兩樣都是一樣的 都是可以同樣的機制來監察政府 多謝主席 張超雄議員 一分鐘 最後一輪我希望你寬鬆少少 還有三分鐘 開始了